各位早安 不好意思前面有些計算問題 我們今天第一個 我這邊是馬來西亞的Session 馬來西亞整個Session Track 我們今天第一個Session是請到 在美國洛杉磯的大型醫院IT的總監 CJ王建盧先生 跟我們做個分享 他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現在沒辦法到台灣來說 用預錄的方式 那這個題目主要是談醫療系統 那醫療系統跟我想在幾乎 跟每個人都有關係 那在美國的醫療系統裡面 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 那實際上有很多的應用 他底下也是馬來西亞Session 那CJ他分享一下 他在他們的工作環境裡面 對於馬來西亞的一些經驗 然後會講一下他自己所處理的一些 技術上面的一些議題 那我現在就開始好了 各位好 我是CJ 我是從洛杉磯來的 那現在是 今天是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何用開源的技術 來整合我們醫療的資訊系統 那有一點關於我自己的經驗呢 我是已經有了超過20年的 醫療資訊 技術的經驗 那也曾經開發過一些 系統在 在美國的一些大型醫院 搭訓的課程呢 所以我就會把一些 比較簡單的 比較 基礎的一些 背景呢 醫療的背景 大概跟各位介紹一下 然後呢 下一步呢 就是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是大概在哪個階段 然後我們遇到的挑戰有哪些 然後再加上 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有什麼 開源的技術我們可以使用 那我當然不會 開源的技術有很多 那我大概就介紹 一兩個因為時間的限制 那我就大概介紹一兩個技術 然後跟各位講說 我們大概是要怎麼使用 就是理論上 我們會怎麼樣使用它 在什麼樣的機會 能夠把開源技術 帶到 這醫療的系統上 然後能夠讓我們 那個醫療的 整個資料啊 整合啊 系統整合 能夠得到一些幫助 好 那 我們先講到我們的 我們的挑戰 我們的挑戰 就是現在在我們的Healthcare呢 我們醫療來講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都是要花錢了 那我這個 我今天的那個報告呢 假如我沒有特別講的話 都是講美國的 也就根據美國的發生的事情來借鏡 台灣的醫療是辦得很好 那但是有些那個醫療的一些挑戰呢 我想全世界放駐四海應該說是差不多的 只是嚴重 或是比較不嚴重 在美國來講呢 我們的 我這 這現在給大家看的是 根據美國國家的衛生局 他們有做一個 就是 預測 從2020年到2030年 他們預測呢 我們 就是在美國 他的 醫療 的花費 基本上 大概是 我們年GDP的 大概就是 百分之17 左右 11.7 19.7 19.6 在這一張投影片呢 是講到 我們 2020年 根據 美國的 那個 CMS 他們 他們講說 他們 2020年的 是 他的 醫療花費 全國的醫療花費呢 是 跟前一年比 是有 佔了 百分之9.7的成長 那 基本上 是 4.1 Tillion的 美元 或者說 一個人呢 會 在那一年 花一萬兩千多 美元 那 基本上 就是 剛剛 前一個圖 講的說 我們佔了 19.7的那個GDP了 那在台灣來講 我根據那個 台灣的政府 公佈的資料 那 我看到是 台灣 台灣在 是 6.44的 百分比 佔全年GDP的 6.44的 百分比 那 所以台灣相對來講 是 花費是 佔的 較少了 那這個就是 我們要 那個 面臨的挑戰之一 這個是 花費來講 那 另外呢 另外 還有一些 我們的挑戰呢 就是 就是 在 醫療的過程中 我們會發現 很多 很多 是 它在那個協調方面 各個部會的協調方面 就會發生很多問題 所謂 各個部分呢 各個部會 可能就是 就是 一開始你的 你的家庭醫生 然後你的專科醫生 然後 還有 你的藥劑師 或者還有 另外你的檢驗 檢驗所 還有各個 各個不同的 那些 參與的 一些專業團隊 他們一起呢 是 可以一起來 把你的 就是來幫忙 保證你的健康 能夠 能夠 達到水平 但是 在 這個 這個協調方面呢 因為 很多 很多 那個 過程中 有一些 不必要的 一些 空轉啊 或者是 不必要的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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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錯誤的 溝通 那有時候 會造成很大的 那個病人的 困擾 或者 比較嚴重的 會造成一些 傷害 那現在呢 我們知道說 醫療人員 不管是 前線的醫生 還是在支援的一些 一些 人員 他們基本上都是 操在工作的 那 那花費也升高 然後 有很多病人 要看病的 醫療資源 可能會面臨 比較不夠的 比較缺乏的 狀況 那 更不要講了 有些 有些時候呢 你現在 在疫情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要找人 找不到 那 這些都是 我們那個 我們的問題 那 我們要 怎麼樣做來 解決這些 就 讓我們 比較 減少我們 遇到那些問題的 狀況 或是 讓這些問題呢 比較 晚發生 或者不要發生呢 基本上 有很多種方式 但是 我們今天在這兒講 那個 那個 技術的東西 那我們 技術上呢 我們就可以把 所有的 流程呢 全部自動化 那 這個是 一直在 就是 這個絕對會 發生一些 比較正面的影響的了 那 那 那 所謂的自動化 那就包含了 我們所有的 資料 不管是從 那個 藥局來的資料 不管是從 你家庭醫生來的資料 不管從各個專科醫生來的資料呢 那 那 你都要把它能夠匯整起來 啊 然後 那 歸到一個 比較大的資料庫裡面 美國講說 Patient Center Medical Home 那基本上就是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之家 那 這個 病人為中心的醫療之家呢 他們 他們的宗旨呢 是盡量從病人的觀點出發 來提供最方便 最有效的全面醫療服務的做法 來增加病人對自己自身保健的參與程度 和配合度 這樣子的可以達到說提升病患的整體健康 然後我還可以減少醫療開銷的 醫療資源的開銷 所謂的 再重複講一下說 所謂的 病人為 為出發 為中心的醫療之家呢 最主要是 把病人的 所有的發生的病症呢 以他們為中心 而不是說 就平常你就要好好的 維護這個病人的健康 那 與其是 因為我知道 有些人是 有些病人就是 沒有常常去 在乎他的健康 所以 當健康一旦 煉紅燈的時候 那你就去急診了 因為急診畢竟是 最昂貴的 還有住院也是昂貴 那這個住院跟急診療 能夠省下來 那相對上 也就省了很多花費 不必要的花費 那 我們 系統 那我們這種系統 這種 這種觀念呢 最重要的 基本 觀念 之一呢 就是 要徹底改變 我們傳統 我們傳統的想法說 要看醫生的模式 我們不是要求病人 要去看醫生 一定要去醫院 掛號看診 而是 我們 能夠用電話 或者電郵 解決的問題呢 我們就盡量用這些 非傳統的方式解決 所有的病人呢 我們都有指定的 專屬的家庭醫生 或者是 或者是護士 所以 我們講的這個PCMH 這個病人為中心的 的 那個 病人之家 這個 的觀念呢 是非常 特別重視醫療團隊 跟全方位的 醫療整合的觀念 以我們的經驗呢 在 在美國 我們一個 醫生 基本上可以看 可以接受 大概 800到 1600個病人 那我們叫他一個Panel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個Provider Panel 在這裡 那這個 這個 這一組病人呢 就是在 就是 我們把它 歸到這個醫生 一個醫生底下的病人呢 可以有800到 1600個 那 假如你是 就是 比較 就是 像是 實習醫生 可能就是 800個 就是可能給他800個 那可能 假如你是 主治代夫了 那可能你要負責的 就是1600個 那 這個是我們 一般的 當然是一般的 那個 規定了 一般的概況 但是事實上 裡面 裡面還是可以微調的 那 也就是說 我們 在微調的時候 就是 因為 有時候你說 我這 八個 我現在看 1600個病人 但 你看 你也看1600病人 可是我這1600個 每個都是 60歲 60歲的病人 然後 大家都很多慢性病 那你那 你那1600個呢 你全部都是 20出頭的 健康男性 那 這樣子你的工作量 就少很多 我的工作量多很多 所以 當我們在 劃定哪個病人屬於哪個醫生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還有經過一些特別的計算 這些計算呢 是根據一些公式來的 那 就是根據那個那個輸入的參數 可能就是病人的年紀 病人的性別 還有他的過去的那個病歷史 用了什麼 就是 就是說他去了 可能去了急診多久 多少次啊 或者他有什麼 有什麼 目前有什麼狀況 比如說是高血壓的慢性病 或是 或是 或是糖尿病 那或者 還有就是說他以前 開過什麼刀 或者有什麼狀況 那根據這些呢 整個我們做 做出一個 我們用 我們用電腦呢 做出一些 做出一些計算 然後 知道說 每個人呢 我們都 每個病人都有 都有分數 那根據這個分數呢 我們就會 確定說 每個醫生底下的 那整個panel呢 都是 差不多的分數 不要 你的分數 你裡面病人 每個都是 每個都是高分 有很多病的 那我的 我的是 都是低分 沒有什麼病的 就是大家綜合一下 就這樣子的話 就可能說 平衡了 這個 只是說平衡了 醫療資源 所以回到醫療資源呢 我們 在這個 觀念 PCMH的觀念呢 是特別注重醫療團隊 跟全面醫療整合的觀念 那 所以我剛剛講說 那個 怎麼樣 給 把病人 歸属到一個醫生 我們基本上是 有一些 那個做法的 那 有些 有些難搞的病人呢 比如說 有些 血壓 血糖控制的 亂七八糟 一塌五毒的 那 醫院 還會 再提供一些 電話 每天的電話 追蹤服務 那 這個就回到 我剛剛講說 醫療團隊的觀念 所以 一個醫生 在我們的經驗來講 一個醫生 他底下呢 也不是講底下 就是跟他一起合作的 有 可能有 護士 物理治療師 社工人員 還有 身心科的護士 也許有時候 你加了 加了一些 別的 別的 那個 別的專職的 像營養師 那 基本上 一個醫生 可以看這麼多病人 但是 一個 一名 社工 或是一名 物理治療師 他們也是 可以 去提供 大概 三四個醫生 提供服務 給三四位醫生 所以 基本上 一個團隊裡面呢 他們不是說 這個 我剛剛講說一千六百病人 不是 並不是說 一個醫生 來看 就是 全部都是他的工作 而這整個是一個團隊的 那我剛剛講到說 血壓血糖的控制 那 有人控制不好的 那你不用醫生自己 打電話問啊 你也可以讓 讓 具有護士資格的 專業護理師 然後 來打電話 來聯絡 看看 就跟他討論一下 數據 指出 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還有給一些 鼓勵 或者可以請 營養師 能夠也是 給病人一些 照顧 那 那有些人會說 這個東西 聽起來不錯 但是是不是太花錢了 可是 根據我們 在 在 美國 實施的 那些 經驗來講 這個結果 證明說 你與其 你 事先預防 雖然增加了我們 診所的開銷 但是 你是大大提高了 患者 病人的 配合度 大家整體的健康 都有顯著的改善 然後這個非常有效的降低了 最昂貴的急診 還有住院的費用 也就是說 這些人 事實上你只要把 你平常的慢性的病 的 狀況 控制好 血壓 血糖控制好 那 那 基本上 要突然要去 急診 或者突然要去 住院的 的那個 機會 就少很多 那你相對來講 診所的開銷增加 可是 你診所的開銷是比 那個 在急診的開銷是 還便宜很多的 所以 這個在 我想是一個 雙贏的機會 所以 醫生團隊 醫療團隊 還有 病人 及病人家屬 這對他們都是很有利的 那我們在 每個醫療系統 在互相溝通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 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 這個 這個系統呢 我要怎麼跟另外一起談 叫做HR7 這個東西 那基本上就是 就提供 那要 要怎麼樣做 資料交換 怎麼樣做 資料 資料整合 那 在各個電子病例系統之間 大家怎麼樣 傳輸資料 我們這一套 因為 資料交換呢 就是在 Application Layer 就是在這個 Layer 就是第七層 所以才叫做 HR7 那 那就包含了 我們這 資料交換的 架構 就是都在 第七層這裡 那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HR7 這是 這是第二版本的了 的資料 嗯 現在 我們是一直 就是說世界 就是大家 全世界大家就移到 下個版本了 但是 第二 就是第二版本的話 HR7第二版 其實在美國還是蠻常用的 剛剛是 剛剛修給各位的 那個 資料呢 是第二版的 那 我們現在呢 其實大家都往 HR7 Fire 這個 這個標準前進了 那 HR7 Fire呢 其實就是 嗯 基本上 講 講白話就是 把 剛剛看到的那些訊息呢 與其是用 用TCPIP 用TCP Port 大家連起來呢 他們現在是用 用那個 Waste Services 就是 全部是用 Waste Services 或者WAPI 大家來 來連起來 那 那下來呢 我剛剛介紹一些 基本上一些 那個 醫療的一些背景了 那我們知道 我們要 我們遇到的挑戰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樣 怎麼樣去 我們希望 做到的是什麼 要怎麼克服的是什麼 那 我們有幾個 有很多那個 開源的 軟體了 那 我現在大概就 舉兩個例子 一個就是 OpenEMR 那EMR就是 電子病例的意思 那OpenEMR 顧名思義就是 開源的電子病例系統 那 這個是一個 非常 非常普遍的 一個 開源系統 那 在GitHub裡面呢 它有 超過兩千個 關注 然後 它有 大概 超過 一千五百個 Forks 那 這 看起來是非常 非常的 非常的 那個 常常 很多人使用 那 它的語言是用 是用 那有一些 JavaScript 它連接Database 它內定的 就是用 MySQL 那 那 那 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就是 任何個 醫院要需要用 電子病例系統 你就可以download下來 這個 這個系統呢 在美國也是有 經過 certify 認證可以做 做電子病例系統的 那 當你需要 support 的時候 需要那個 有問題 系統有問題 需要解決 或是需要 您 各位都知道 開源的話 我需要自己加幾個功能 需要改這些程式碼的話 那 他們 這個 OpenEMR 這個 單位呢 他們是有 他們是有 一個 就是 一個 list 有一個名單 就是 所有的 certify的 那個 專業 support 專業提供 提供 support的 廠商 還有 你要 幫 要請人家 來改 裡面程式碼 或者增加 或者更改 呢 那就是有 certify的 那個 contributor 就是 基本上 這些certify的人 他都可以達到你的要求 那也是經過 那個單位 這個 這個單位認證的 那 這裡有幾個 screen capture 就是 基本上就是 看起來就是像這樣 login screen啊 這個病人怎麼 病人的 summary 還有什麼 我的 用的藥 然後 這個很有趣的就是 他有一些 有一些 decision making 的一些 一些 規 規則 建在系統裡面 而且是你可以建的 你可以自己 加新的 自己來建 可能就是 就是 幫助你能夠 比較容易管理這個病人 那就是實現我們剛剛講自動化的一步 第二個 開源軟體我要介紹的是 叫Mers Connect 我們大家從 從前面講到現在 大家應該 會知道 就是說 有點印象說 系統之間的 要讓資料整合 系統之間的溝通 是很重要的 我剛剛講的一個 一個 開放的一個標準 就是HR7 那即使你有HR7呢 系統之間的溝通 假如大家都是 在 在系統裡面 你就真的就硬把 扣寫下去 那 這個其實造成很大的負擔 那 這個Mers Connect 是一個 open source的 那個 的 integration engine 就基本上就是 能夠把 系統 跟系統之間的 溝通呢 就是由他來做 那 你要 你這個系統要 因為 因為與其 比如說 比如說 在美國來講 一個醫院呢 一個 一個 醫療 單位呢 他們底下可能 有 有數個 有數個醫院 每個醫院 有數個醫院 有 更多的 診所 那 那 這個醫療單位呢 他可能 因為又有 醫院 又有診所 又有檢驗科的 那它所有的系统可能就不止50个100个了 可能就更多了 那你想想就讲即使是50个系统来讲 你每个系统要跟另外49个系统沟通 那这样子来讲呢 那你要做的那个界面就多了 那与其这样还不如你有个中央的沟通系统 中央的一个我们讲integration engine 就站在中央 每个系统就跟这个中央系统沟通 那这个中央系统呢 就只负责把资料收进来 然后转换 然后再传出去 所以转换可能是把格式的转换啊 或是把一些资料换成一些另外一个系统懂的资料 这就是transformation 就把资料转换成另外一个系统可以接受的方式 然后再送出去 这样子的话 你有一个中央的一个系统呢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复杂 把错终复杂的沟通关系呢 变成比较简单化 也就是说 我一个系统不用再跟另外49系统沟通 我一个系统只要跟你的中央系统沟通就好了 就是MershConnect 那每个系统都只跟一个系统沟通 就是这个中央系统呢 就负责跟其他人沟通就好了 好了 那这个MershConnect这个开源的系统呢 是一个非常很多人 在美国是很多人使用的一个系统 那它呢 是基本上用Java来做的 那它也可以连上MySQL 或者其他SQL的那种资料库都行 但是它是可以 它是非常容易连到MySQL的 那它也是有在 就是说你可以有云端的版本 或者在你的资料中心的版本 那它的那个 就是只要你有问题 这系统有问题 或者你要客制化系统的话 当然它也有certified的vendor呢 NextGen呢 是一个厂商呢 它是 它是拥有这个MershConnect的 的那个就是管理权了 那它是 但是它把所有的MershConnect的 那个城市嘛 都开源出来了 但是NextGen是在背后的 一个支持的厂商 那它当然是 就是可以说你可以跟它花个 花一些钱 然后跟它可能4千美金左右一年 就跟Rahad Linus一样嘛 也是花 它们就赚那些Minus的 就是那些support的钱 那你可以付给NextGen这家公司 因为它们应该最熟悉这个 这个原始 这个系统了 那它就会 那它就会给你一些 比如说它们做好的 就是我们说 刚刚说 这个MershCon呢 也是可以客制化 它们有些客制化好的 一些Plugin呢 就会给你 比如说 可以做Clustering啊 比如说可以做 比如说可以做那个 HTTPS 还有一些 有些别的更容易 让你很方便的Plugin 不过这些Plugin呢 你不用它的也行 你可以请人来做 请Certified的Vendor来做 认证的一些人来做 或者说你也可以自己做 因为它是用Java嘛 又是开源的 好了 那 接下来几个 几个那个screen capture 就是让各位看一下 这个 这是它的dashboard 那基本上 它这边 每个 它这个dashboard上面 就有很多 每一很好呢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channel 那每个 每个那个 你可以 就因为这是 这是跟各个系统沟通 所以比如说你这个 这一行可能就是 你跟某个A系统沟通 这个是 可能是跟B系统沟通 那 每个channel呢 都有一个 每个频道都有一个 都可以 你可以说source 你可以说来源 资料来源从哪来的 然后还有它的destination 它要送到哪里 它的目的地在哪 那你可以create 你可以开启 你可以设置 比如说在这里 在最后一个频道来讲 它可以设置 每一个频道 只有一个来源 但是它可以有 一个或多于一个的 的目的地 那这就是 基本上它的 它的观念 是用频道来管理 所有的 所有的联络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 有些像有红色的 那就是说它有 它有错误啊 那就是提醒你去去看啊 类似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是 在Mersh Connect以后 里面呢 你要 开 你要开始一个频道呢 它这是 现在是给各位看说 我们有这些 这些选择 你其实可以有更多 当然你可以用Java来写 写出更多的东西 或者呢 你买了 NextGen的Support之后 它有一些会 有一些东西 还会给你 那就是他们自己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用HTTP 也就是说 你可以做Wave Service 那刚刚我们前面讲 HL7 Fire 是用Wave Service 来做的 你就可以用 HTTP Listener 来接下来 然后 TCP Listener呢 基本上就是 HL7的Version 2 的时候 它是 它基本上就是 你就 一台机器 你在TCP Port 就是 开一个Port 那就是 譬如说 1,2,3,4,5 然后 另外一个 在另外 那个 就目的端 也把一个Port 打开 那两个这样沟通 那就用TCP来做 那 接下来 当然它可以存到 Database 或者是读Database 资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 Database Reader 那Dicom 就是那个 传那个Image 像是 像是那个 影像的 传影像的 像是你有的 有的用那个 CT 或者X光 那些影像 就用Database 来传 那 接下来 我刚刚讲说 有一个 Transformation 就是你要 你要 转换 转换这个 这个接到的 格式 那 当 MershConnect 接到一个 接到一个 资料之后呢 它可以转换 格式 各位从左边 这边可以看到说 它 这里是用 JahuaScript 写的 就把 一些资料呢 转换成 另外一种格式 然后你在右上方呢 就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 原始资料 是什么样子的 那 右下方呢 你可以看到说 它用XML呢 把那个 输出的格式 就Format 出来说 我输出就要变成 HLXML 格式 上面呢 是进来 你进来是 HL7 V2的格式 第二版的格式 但是出来的时候 你就出来是 XML格式 那怎么样 这怎么样发生的呢 就全部在左边 这里用 JavaScript来做的 好了 这是另外一个就是 有时候你在做测试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 自动产生一些 HL7的Message 来让你自己做测试 然后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付钱的 Plugin了 就是你有一些 比较更好管理 这个 就是你的 那个 界面 然后 这个图呢 是基本上 跟各位报告说 我们在 Mers Connect 就是要整个基本的 那个系统架构 那 在左边呢 是 那个 是我们 那个系统 传资料的系统 就是我们资料来源 可以是Database 可以是 就是可以是资料库 可以是从 从档案来 可以从那个 别的 别的系统来 那传进来之后呢 我们 可以 经过转换 可以 送到右边的 目的地系统 那 各位可以看到 左边右边 有不同的系统 但他们每一个系统 都只跟一个系统 来沟通 就是我们Mers Connect 就是我们中央的 Data Integration Engine 那 而不是说 每个系统 互相跟互相 就是沟通 那这样子就 整个就 变得很复杂了 那 那底下 在图的正下方 你可以看到说 它可以接 Database 是外接Database 它本身有 内建的Database 但是 那个内建Database 我是不建议 在 在那个 在真正 实用的 实际操作的时候 使用 那你可以 连接 MySQL 然后就是 可以 让 让这个 整个 开源 的系统 就是连Database 也是用 开源的 那好了 那接下来 我讲到说 我们 关于 我们要使用 改变 我们刚刚讲说 要变革 用开源的资料来 开源的 软体来 改善 我们的医疗系统 医疗的流程 基本上 我们是这样做的 就是 譬如说 我们刚刚 讲说 有各个 不同的 资料来源 就把它整合起来 用MershConnect 整合起来 然后 那整合起来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转成 可以让机器读的 形式 这样子 我们才肯定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可以数据化 可以变成 放进专家系统 或者 或是 那个 人工智慧的方式 举个例来说 譬如说 我们检验的报告 检验报告出来 可能 有时候里面会写说 没检测到 ND 那这个ND呢 就不是数字 那 那你假如说 这个东西 你把它 喂到 人工智慧系统 那你 不是就要另外写个 写个 写个 那个 写个 写个规则了吗 那 有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那些 资料 刚刚 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把它转成 比较能够 就是说 比较转成 就是 机器能够读的格式 有些东西 我们用 人眼来读 是很容易的 但是机器 有时候读不到 然后呢 它能读进去之后 再把它变成 一个能够处理的 东西 就比如说 你要建立一个规则 发生了 满足了ABC这个条件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那 我再讲一个例子 就是 有一个 在美国有个 凯瑟医院 他们在做一个研究呢 发现有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当 当有三个药呢 叫Aspirin 这三个药 他们合着 使用的时候呢 会减少 减少病人呢 就是 超过50岁的病人呢 他们有 会有心脏病 或者中风的 风险 会大量减少 而且 这三个药 都是非常便宜的药 而且很奇怪是 一定要这三个 一起才有用 只有一个的话 或两个的话 是没有用的 没有那么多的用处 可能就没有 没有到90% 可能只是到40% 好了 那基本上 你可以想说 我们要 我们怎么样 处理这个呢 就是 我们可以用 基本上 就是设置一个 设置一个 给使用者的 就是给医疗团队的 一个 一个警告 一个警告 就是说 当一个病人 他有 他有 他那后病 超过 超过50岁 然后 他 他并没有 他的药单里面 并没有这三个药 一起 那么 那么我们就 把这个 就是建议说 这个病人要 再 要 确定要 这三样药 都要吃 那 基本上 你输入的参数 就可以说 这个病人的 生日啊 你才知道 他几岁吗 还有 目前的 他的药单 是什么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他有没有这三个药 然后当然了 你也知道说 这个病人一定是有 糖尿病的 好了 糖尿病 超过50岁 然后有没有这三个药 然后你 那你的 你输出的那些参数 就是说 你假如 这三个药 缺一个 或缺两个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 寄个 电子邮件给 这个 医疗团队 或是 在 在那个 在那个 这个 这个系统 这 开源系统上 我们就 把它 克制化说 有一个 有一个 那个 有一个什么东西 就 比如说 有怎么样显现出来 在这个系统上 然后让那个 医疗团队看到 那 接下来呢 就是最后 我的最后张 最后张 投影片了 那谢谢各位 跟我就是讨论到 到最后一张 投影片 那 我基本上呢 我就拿一句话来 拿一句话来 跟各位 共鸣了 就是希望说 我们 我们做 我们要 改善 医疗呢 我们并不是 让 就是 并不是用 阻挡的方式 就好像 北方跟太阳 并不是说 你阻挡的方式 让 让 跟 跟病人讲 这个你不行 这个你不行 或者是跟医疗团队说 你不能按这个按钮 你不能怎么样 而是说 让他们 能够 把 就是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 能够 一步到位 就是 很容易使用 而且能够 很容易提供到 他的 给他 他需要的功能 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 三个药的 那个 Kaiser做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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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计划 那个计划呢 我们基本上 我们在 克制化 那个软件的时候 你只 那个 使用者呢 医疗团队只要按一个按钮 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 系统帮你找出来 什么样的病人 需要注意 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然后 然后 然后你身为 医疗团队呢 是医生呢 或是 或是 护理师呢 你只要看 说 这个是 正确的逻辑 因为我们总要避免电脑 犯错嘛 所以这是正确的逻辑 那 假如是正确的逻辑 那医生呢 就可以 按一个按钮 那整个东西 药单啊 帮他定这个药啊 或是 还有就是 把这个病人的 事后的追踪啊 什么 那些东西 全部都在系统里面做好了 所以 当 假如说你 设计的方法是 他们要按 按十几次按键 按 要到 到这个 这个画面 那个画面 那个页面 再到另外一个页面 然后 搞了二三十分钟 才把 把这个处理好的话 那基本上 这个系统就是 并不会这么好用了 所以 以这个跟各位共勉 就希望说 就是说我们在做 客制化系统的时候 就希望就是说 能够让 不要说阻止他们做什么 而是 让他们 把 就是指引他们到 对的方 朝对的方向走 好了 谢谢各位 介绍好 那也很难得有这个机会 看到业界上怎么去 用open source的系统 包含了open source的医疗 和病例的package 那各位现在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个设计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休息五分钟 我们在 10点50的时候 会讲第二个设计 讲马来西亚的HA的最新的方案 还有支持 在马来西亚他们支持 这个 这个 design recovery的方案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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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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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